大家好 我是若鱼 大家好 我是向阳 欢迎收看《岳家新语》 第三季 带来的工作还给我带来的家 对不对 对对对 我的父亲是一个戏曲的一个作曲家 五六岁就接触这种钢琴 这种包括打剧 然后大概11岁就进入了 我们当地的艺术学校 接着就进入了上岸音乐学院的大学 顺利成长的可能就是走到今天 我是从小我的爸爸就很喜欢二胡 所以我就学习了这个乐器 然后机缘巧合 我就考上了南京的艺术小学 就进行了每天上午学习 下午练琴 排练这样子的一个生活 然后我就很喜欢很享受舞台 到了六年级要考中学的时候 我就决定要去考北京的音乐学院 然后就从这个时候开始了专业学习 我们就是在乐团认识 对 在对的时间 对的地点 当然了就是作为同事的话 他也是有很多的好处 比如说在音乐上会给皮子一些建设上的意见 让大家可以一起的进步 聊音乐 对 还有最好的就是一起上班一起下班 是 是 是 对 他的乐历比较感觉丰富 就是玩摇滚团走去 然后 那个我记得大概是八十年代末 九十年代初那个时候 特别的流行这个摇滚乐 然后后来也是特别喜欢 因此也找一些自己音乐学院的同学 还有一些留学生 组织了这个摇滚乐队一起玩 然后我们的音乐团的名字也很有趣 叫火锅乐队 因为我们那几个老外 特别喜欢吃中国的火锅 我们就是好吧 就叫火锅乐队吧 我感觉那也是一段留恋的那种时光 很开心 有时候我在别的房间上课 只听到他的琴房 哇 在像吵架 我以为我要跑步 我说什么事 干嘛呢 没事吧 当然学生也很爱他 也知道他是对他们一种严格的要求 对 我总是希望他们还能更好一点 更好一点这样 是性格吧 对 就是我对我的女儿也是 就是要求比较严格 对 就是总是希望 觉得他们是有潜力的 总是觉得还可以更好一些 他可能说他们可以做得更好了 对 然后我呢 可能对学生 可能跟他的方法又不大一样 我呢跟我的学生 有时候像朋友一样 也希望他们在一个比较舒适 和开心的氛围里去学习 对 我觉得不一样的感觉 其实我们一直非常荣幸 能在这个亚洲顶级的华乐团工作 然后呢 希望我们能继续地为华乐团的将来的发展 发一点点光 发一点热 也希望我们我们的乐团 能将来的真正热上更加的繁荣 我不知道说什么 我觉得你说的就是我想要说的 你说不但给我带来了工作 还给我带来了一个家 对不对 哎呦 你这还好 对对对 这个是现实嘛 对吗 我很感谢新加坡华乐团 我来这里 从06年到现在吧 对 日子也不算短了 我觉得新加坡华乐团就像我的家 对 又给了我工作 还有温暖的家 谢谢 谢谢 你那还搞笑